現在是立法院開議的第一天 而藍綠白為了行政院長 稱建仁是否進行食安的專案報告 炒成一團 國民黨團帶著手板進入到議場 來進行唯一杯葛 可以說新科立委戰力十足 現場還可以看到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他拿起麥克風滔滔不絕 結果民進黨立委黃傑 身手想要阻擋 當場被國民黨立委徐曉星給炸開 雙輸大戰 這場面非常混亂 一場最中央朝的面紅耳赤 國民黨新科聲亮王徐曉星 開展民進黨白眼女神黃傑 國民黨張家俊 王玉銘站在徐曉星旁邊 堵成人橋 民進黨吳佩義改來火力支援 黨內前輩王美慧 吳思瑶 統統圍上來 女立委基建 導火線原來在這 國民黨新科羅志強 拿著麥克風滔滔不絕 黃傑身手想拿走的瞬間 學校信一個飛撲揪住黃傑的手 才掀起戰火 新國會 戰力強 老將不遑多讓 國民黨在乎的是十二人的真相 民進黨在乎的是打壓台中 國民黨王鋒威 柯智恩 和民進黨王美慧 吳思瑶 短兵相接開第一天戰場遍地開花 唯有真相 唯有十二人 國民黨團總召副昆奇帶頭為杯葛 抗議協商破局 等不到十二人捐爆 場面混亂立法院長韓國瑜 加開一天院會來處理十安的專報 沒想到國民黨立委吳宗憲突襲 六點多搶到地案優先權第一順位 同樣的案子我們就支持民眾黨 本黨予以策案 來 兩天白開一日激烈攻防新國會將有滿滿看電 這次朝天 周國鋒 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